香港紅十字會是成立於1950年的一個慈善團體 本著人道理念和自願服務的精神 竭力保護生命、關懷傷困、維護尊嚴 今天我跟香港紅十字會的單車急救隊 來到新田運輸家會署的急救站 了解一下他們的工作 和看看他們怎樣幫助市民 Hello Chris Hello Lily 我們的同事正在設置我們的救站 我們待會單車隊也會去團馬單車徑做一個巡邏 今天這麼熱 你們當局一定很辛苦 他們設置完之後 你們會做些甚麼 待會我們會先檢查單車和器材 另外也會補充一些急救物資 然後我們就會去開工巡邏 你們現在準備出巡邏 你們現在準備出巡邏 那單車上有甚麼物資 我們分為1號車和2號車 1號車我們有些基本的檢查衛生指數的裝置 譬如有這個血壓計 這些量體溫的熱氣 另外主要就是我們左邊這個急救袋 裡面有一些基本去處理一些出血或骨折的設施 其實這個我們1號車和2號車都會配備 2號車有少許不同 分別在於2號車我們會有AED機 以及一些進階處理氣道的物品 今天天氣的話 有機會就要催催或者中雪 你們主要的職責是甚麼 今天的流程又是怎樣 以及要準備些甚麼 其實我們主要的職責就是每逢星期日 我們在身後面這個新田交通交會處做一個住場的急救 在我身後面就是我們的急救站 我們平時11點到6點都會在這裏做一個急救服務 一般我們一行人就有六位的義工和職員 一部份的隊員就會留在站那裏做一個急救服務 假設有一些徒人經過有需要的 我們可以幫到他們 另外我一會兒跟Candy 都會在身後面單車徑做一個巡邏 你們每次巡邏的路程大概是多久 其實我們每次巡邏來回來說 我們都要大概一個小時 我們巡邏路線 其實由現在我們身處的新田交通交會處 一直到上水救護三的位置 紅十字會為何會成立單車急救隊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會因應社會的狀況 積極地去開拓不同的服務模式 我們之前都留意到 我們社會上可能有很多的大型活動 譬如長跑等等 另外都留意到陸續有些單車景落成 政府部門新聞都報道有些單車相關的意外 也都一役增加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紅十字會開拓了這個單車急救的服務 你加入了這個崗位多久 為何會加入 加入了就有三到四年左右 其實中學的時候 我已經是紅十字會的義工 很大的時候 看到紅十字會開拓單車急救隊 小時候都很喜歡駕單車 所以我就想利用我的興趣和技能 進一步服務不同的市民 為何你會加入紅十字會的單車急救隊 你又加入了多久呢 我在中學的時候已經接觸急救 在2021年的時候 加入香港紅十字會的急救隊 隨即2020年就加入了單車急救隊 你加入了之後有甚麼感受 以及你遇過最難忘的經歷又是甚麼呢 其實除了平時做急救服務之外 我覺得考單車隊培訓那部分 是最令我深刻難忘的 因為我們在入職之前 我們要做一個體能和職能的測試 令我最難忘的一次個案 就是我在同時一路巡邏的期間 剛巧前面就有兩個徒人坐下 然後旁邊有兩個單車躺下 於是我們就上前去關心他們 看看他們的狀況 原來他們就在剛才過來 踩單車的過程中 發生了碰撞而受傷 我們幫他們作作簡單的急救處理 就是叫救護車 今次就看到香港紅十字會 在新田運輸交匯署 急救站的單車急救隊的工作情況 看到他們無論天氣好還是壞 都會踩著單車巡邏 希望第一時間可以幫助到 在單車徑受傷的市民 這個服務真的很貼心 不過意外一見都嚴多 希望市民踩單車的時候可以小心點 盡量減少意外的發生 對方說的 對方說的是 全民調到私人的精神 而且能失敗 這裡